他說加上原本湯底的味道就更加有層次 我看不到有湯啊 那個皮皮的吃飯 不是洗乾淨了一樣嗎? 日本網民對於吃杯麵是很有倡議的 他們經常研究到很沾身的吃法 例如上次我拍的咖喱杯麵 中碎的又放在飯裡吃 這次他們又有新款 這次我集了四個不同的吃法 然後這次就一泡過地平一下 看看到底我們最喜歡的是誰 這次就不只是杯麵 連即食麵類都在裡面 一會你們就知道了 第一個吃法就很簡單 首先就是正常錄一個杯麵 然後再把BB沙羅醬 大量滴上 好肥呀 這個其實就是日本官方Twitter 應該是合味道 哪個官方是合味道的官方 還是BB沙羅醬的官方呢 那他的官方Twitter就說 這樣會令到他的麵 就會有酸酸甜甜的味道 試試試 其實你加這麼少水呢 他說加上原本湯底的味道 就更加有層次 我看不到有湯啊 因為我是吃麵 習慣了少看的 我知道 沙羅醬滴麵 我們試吃吧 嘩 我不敢先吃啊 如果要普通的話 都不會是馬上出現的 對呀 做什麼 你很喜歡 是什麼味道 酸的 酸為主 沒有太多了 那你是覺得可以少一點嗎 嗯 我教你阿Chus 我個人記得一滴了 怎樣啊 很夠味道 不是呀 我現在研究了官方說的層次感 因為我吃第一口就感覺到很酸 但我吃大口一點 多點湯的時候 就真的感覺到本身的湯的味道 真的是加多了層次感 這個我有機會給得很高分 因為它太方便了 它只能壓下去做一個動作 好肥呀 好肥呀 教練 教練 我做這行就是這樣 教練 你不會怪我 第二個吃法就是 雜房一番的鹽味拉麵 我自己一次都沒吃過 今次拍片的時候才買東西吃 我都沒有 因為我不喜歡吃鹽味的 我很喜歡吃鹽味的任何東西 以前就有網民說那次他可以怎樣吃 那次就說 煮的時候 水量減半 然後倒一半奶 以奶袋水 然後就煮 但今次就不同了 今次他們又改了 今次他們就決定用這個 Cream Kiss 好肥氣啊 好肥氣 Cream Kiss 我有點期待這個味道 真的嗎 因為他說鹽味和芝士的配合是很好的 那我們開工吧 那麵煮好了 接著要怎樣 接著要加Cream Kiss 他那裡寫兩塊正方形的 我們都給他差不多份量了 但我們減了一半 即是一塊正方形 那我們快半正方形 怎麼這麼肥呢 我還沒可以 夠不夠 多一下 好肥呀 我應該要被人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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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第一位 有沒有這麼誇張的 我很偷第四個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 一隻麵煮 麵 你說嗎 我覺得他很有機會 喂 好吃吧 好吃 不如用這個湯煎炒會蒸 不如做兩個吧 好 沒有說任何的 我們很餓 對 總之好吃 那首先 我們很快想吃 首先它是Cream Cheese 它的味道很濃郁 超濃 跟剛才的杯麵加BB沙律醬 完全不能相比 剛才BB沙律醬 很可惜它是有沙律味 是酸一點的 的確不錯 但絕對沒有它來得那麼濃 這個味道是普通 但是很... 怎麼說呢 我可以說 那份味道是用字眼形容不到 我形容得到 首先呢 那一層Cream Cheese 是很濃 但它不會讓你只是覺得 在吃Cream Cheese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鹽的湯底 因為它的鹽的湯底 真的很棒 嘩 這個很有機會拿冠軍 對 因為我平時 綠麵 可能是生辣麵 喜歡加一塊 車仔芝士 那些都不夠好吃 原來要加Cream Cheese 對 原來是Cream Cheese 我現在不擔心冰箱 6月29日之前吃不完 對 兩天之後都沒有了 但是教練不是我 太肥了 好 我們介紹第三個吃法 原來沾了麵 那我們就介紹第三個吃法 第三個吃法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茶碗精 我現在直接把第二個吃法 剩下來的湯去做茶碗精 嘩 我好期待 又怎麼辦 我本身不肚餓的 但是我吃完之後很開胃 我用兩個玻璃碗 玻璃碗 玻璃碗不能入味波爐 玻璃不能入味波爐 玻璃不能入味波爐 對 那個皮皮是吃飯的 不是洗乾淨了一樣嗎 玻璃碗 那首先呢 就把湯放進碗裡 怎麼拿完蛋 你要多少湯啊 一半湯 這樣 還有多一點 其實這個有很多材料 我幫我放一些材料 好啊 那接著就放蛋 不如放這個發蛋 這個 哎呀 哇 日本蛋真的很好看 我也覺得是 不用加鹽啊 千萬不要 以為是影響了原本湯的味道 這麼裝飾 你這個笑話 拿來吃神的 我放了 放了 放了 Good 好像很棒 再加多少奶 少許 正常多 正常少 不知道你說什麼 那現在就放進這個 前世跟你有壽的玻璃碗裡 今世跟我有壽 好啊 好啊 第二碗的做法也是一樣 所以就不拍了 直接放在微波爐 3分鐘 3分鐘 叮叮一聲 是啊 好期待又好緊張啊 You ready? Yeah 喔 看到嗎? 都成型了 左邊的碗就是 配合味道海鮮 加這個BB咖啡 BB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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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咖啡咖啡 哈哈 右邊這個就是 鹽咖啡 怎麼樣? 期不期待? 好期待啊 吃得了嗎? 等我我就可以了 等我我就可以了 那你先吃 哎呀 很好吃啊 我覺得如果它整塊下面沒有那麼水 的話更好吃 那我現在就只用它上面沒有水 來作準 嗯 是不是?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為什麼咖啡呢? 因為是鹽 乾 哦 那我跟大家說一下 那股Cream Kiss味 反而流失了 我覺得 那股鹹味反而出多一點 你覺得呢 這個不乾 那股鹽味是出回來 但是那些Cream Cheese味不見 好 我們試這個 哦 這個非常成功 這個超成功 熱不是滑 實在是不一般的 這個香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就是原本的BB沙拉醬 加海鮮合味道 都是合味道的味 真的嗎? 反而又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驚喜 嗯 沒有驚喜 熱啊小心 是嗎? 嗯 一吃下去 嗯 它味道 加給我 這個加給你 沒有啦 什麼? 說一下我會吃 哈哈 好啦 那吃完茶碗蒸了 我們現在就是最後一個收集回來的吃法 這個是油麵的新吃法 首先把油麵做好 再放入碗裡 之後再加蛋黃 再加麻油 再加蔥花和辣油 就做拌麵 那剩下蛋白就加味粉 用來做湯 但是就半吃 半吃就不是很好吃 哦 對 撈麵不用拍了 大家 OK 來吧 鍾小姐 嗨 那我們現在呢 麵就煮好了 因為我們有1.5個麵的份量 所以我們就要加很多的蒜蓉 剛才拿了蒜蓉 現在就加辣椒油 再加麻油 其實它那裏就是加這三樣 但是這三樣都沒有鹹味的 所以我們就先加一點它的味粉 好嗎 好 這聲音都出來了 對了 那裏還叫我們打蛋黃下去 那剩下的蛋白就留下來 加上味精粉就做碗湯來喝 好嗎 好像馬上吃很多 來加一隻加一隻加一隻 耶耶耶耶耶 麻煩Tuby已經在那裏煮食了 搞定了 不要再滲了 不要再滲了 準備好了 我來吧 我來吧 好酷 不要再滲了 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口感方面就是蛋和麻油給你的 香味方面就是蔥花和辣油給你的 油麵豬肉是什麼 因為你自己選的 酸蓉 還有蒜蓉 那些應該是蒜蓉味 不是麻油 哇 好口臭啊 你幹什麼啊 好口臭啊 好,那這個試蛋白湯 就交給我自己了 首先 一碗蛋白 其實我真的沒喝過醇蛋白的 有少許牛仔 我記得只有半包粉就算了 半包就算了 芝麻我都不放了 放熱水 哇,半白了 它變了白色 有些靜變了一塊塊 你看 那我不客氣了 但這碗東西很好喝 很精 對 廣堅很好喝的 我不知道我是否加粉 太重了 因為第一口就馬上吃了 好,那我們四個方法都試過了 我們要比較過它的方便度 好味度和困難度 我們排斥再 哪個最正哪個最差 最差一、二、三 一起說 一、二、三 黑的味道 黑的 B.B.C. B.C. B.C. 好彩第一口就是吃它 因為第一口吃的時候 你會覺得也不錯 對 你試試最後一個來吃 我自己 對 我自己都想不訂閱 神經病 然後第二口 一、二、三 茶蕊植 好厲害 因為茶蕊植,我覺得它方便來說 它不算方便做長工夫 但是它環保度是有一點的 但如果你說是否真的很好吃呢 我又不是真的覺得它很好吃 因為對我來說 我不覺得四樣東西麻煩 即是你煮東西吃,你要吃就要煮的啦 這些都算是方便的 我就是計它的尾味道 尾味道,行了,威風啦 好,然後到第二種意啦 1,2,3 Cream Cheese 啊,完全一模一模 搞錯啦 因為當時芝士真的會令我肚痛的 所以在這裏扣了一點分,但它真的很好吃 我自己來說是... 跟它差不多 因為它Cream Cheese的味道是真的... 真的很好吃 天堂級的味道 I'm sorry 但是那個應該是一個月才可以吃一次 對,但它的飽制度也非常厲害 它的肥膩度也非常高 所以只能放在第二位 第一位了 我覺得一季一次 第一位我們都不用再開估了 因為我們都肯定是那個拌麵 拌麵應該是最麻煩的 但是對你來說,你放在第一位 首先呢,雖然有麻油有辣油 但是也沒有一個正正常常的拌麵 來得這麼不健康的我覺得 又有生蛋啦 我最喜歡就是吃生蛋的 跟著就是...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的 因為大部分都是你煮的 哇 冠軍 這樣的 多謝多謝多謝 你幹嘛這麼見愛呀 不怕 你落成長 因為這個是真的可以很視乎你自己的口味去煮的 就像剛才那樣不夠辣的 那當然會很辣 但是其他那些如果整理出來的味 就是合味道加BB醬 出來都是合味道的那種味道 就是你怎麼吃都是那種味道 其實你都可以合味道加辣油 但是這個的話,我自己覺得真的很好吃 總之只講這四個吃法 我們自己的順序就是這樣 不知道你們自己有沒有試過呢 或者你們有沒有什麼厲害的吃法 可以放在留言給我們試一下呢 也不知道看完這段影片大家有多餓 是呀 夜晚才出 對啦 如果下次再找到什麼新吃法 就派給大家再實測給大家看 大家喜歡哪個吃法 留言告訴我們吧 有什麼新吃法 有留言告訴我們吧 如果你有肚餓的話記得告訴我們吧 如果你有肚餓的話 記得不要怪我們 那如果找到新吃法再給大家看的時候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和他的IG和Facebook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今天很肥呀 今天真的從頭肥到下尾 沒有一點是不肥的 你今天星期要做多雙倍分量 教練這部影片是拍在1994年 哈哈哈哈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